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华社快看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演员朱鱼罗 我在电影《风暴》当中实演的角色叫做红一舟 然后她也是一个中铁舰的旗舰人 她的父亲老红其实是一个老铁刀兵 所以小红在从小的生活当中 包括最后她进入中国铁舰 在整个这个过程中她越来越了解到老铁刀兵的竞争 继承了老铁刀兵的传统 然后迎来而上 敢打敢拼 最后在电影当中也有好的呈现 其实小红还有老铁 她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中国式父子上的一个关系 平时缺乏沟通 然后不善于去表达自己的情感 所以在这样长时间这样的一个状态下 她们之间的带勾还有隔阂其实越来越大 但是我们在电影当中也去提醒她们在这个过程之中 然后怎么去解开心结 怎么去和解 最后继承了父亲老铁刀兵的这样一个精神 敢于奉献 然后生意至上人民至上她会付出她所有的努力 她们是铁剑情侣 我们当时去到贵州的项目上面 然后工程上面 然后也去到她们生活的地方 我们刚好接触到了一对铁剑情侣 跟她们整个聊天的过程 我觉得 她们在说她们之间的这个恋爱的时候 到最后要结婚 这个过程是虽然非常平凡 非常真实 但是非常的甜蜜 也非常的幸福 其实我一直觉得我们 其实中国人是非常含蓄 然后非常内敛 不太善于去表达情感 特别是对自己越亲的人 其实有时候 越羞于表达你的爱意和表达情感 所以我觉得在家庭中要多沟通 其实出现问题其实解决问题 都是一家人 没有什么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风扇走入雨水下桥 从来不会惧怕困难 正是因为老铁刀兵的付出 正是因为你们的负重前行 才由我们今天辩解幸福的生活 向老铁刀兵之间 我跟黄老师从 我们从拿到剧本开始 我们开始聊剧本 然后开始一起去采风 去体验生活 因为这个系里面很多 对于体能 对于技术性的挑战 我们两个又一起去学习攀岩 就是在整个这个情形 去准备过程中 其实我们已经建立了这个默契 并且这个人物慢慢已经就是 已经存在于自己的身体里面了 所以当我们真正开始拍的时候 两个人已经非常熟悉的一个状态 我跟黄老师我们俩攀岩 对我们俩攀岩 其实也是在这个过程中 我了解攀岩 其实不光是一个自己的事情 就是这项运动 我们两个攀岩的时候 其实是经常需要另外一个人去保护 正在攀岩人的安全 所以我们在那个过程中 就是我的安全完全交给黄老师 黄老师也是完全交给我 对我们在攀岩的时候 会互相感受气息 感觉你的动作 你这个时候你的体能 会不会出现危险 然后他适合要保持 所以我们建立很好的一个默契的这个过程 所以我们建立很好的一个默契的这个过程 其实像这回《风暴》这个电影 其实它这种类型 是我第一次接触到的 这个电影它会 节作会非常的宽 然后在人物情感浮点方面 他不会花特别大的篇幅去讲这个事情 我需要面临对于表演的改变是 减少自己酝酿的时间 减少没有用的表演的时间 尽量每次镜头给到你的时候 你以一个准确的 准确的一个表达情绪的方式 晚上需要展现的东西给展现出来 遇到灾难的时候 我觉得这是我们中国十九年 人民至上 我还感触比较深的像 丁总丁亚俊 其实我后来看完成片之后 那一幕我自己心里也非常的感动 当时 丁总就是在觉得 要不要炸到隧道的时候 会说了一句说 西方人的神话是奈阿方舟 我们中国人相信的是敬畏天台 与共一生 首先是收获了很多技能 对 特别是排演的 这项运动我现在虽然拍完些了 但是我平时也会去排演馆 去接着训练 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好磨练自己意志里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运动 然后再就是 我觉得是精神上面 我觉得烙鞋套兵中的精神 我试验过 我觉得我身上 它也存在于我的身体里面 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 是一个非常大的注目 我也希望在 接下来自己在生活中 然后在工作中 能把这个精神继续揣扯下去 其实每一天都还挺好 就还挺新鲜的 因为我们当时拍摄 全是基本上是十景 然后每天 不同的场景 我们经常都是八成十十 我们大家一块 然后走很长时间 比如说我们会去到 亚洲最长的融洞 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器官 所以眼睛根本就看不过来 然后每天大家在一块 虽然环境非常乐意 但是 就是大家 大家并便作战 然后一起克服困难 苦中作乐吧 其实我觉得演员这个世界 对我来说最大的魅力 其实就是可以不同 可以塑造不同的角色 可以感受不同的人生 就是确实还有很多角色 还没演过 还没有挑战过 现在暂时我没有说 哪一种类型的时候 我一定特别想演 我就希望 嗯 这个人物我是否能产生共鸣 然后故事打不打动我主要是这样 风暴这部电影大家在观看的时候 不仅会给你带来世界上的冲击 和感慨上的刺激 它会让你了解到铁道兵的精神 了解到现在这些人的生活 并且这部电影呢 会给你带来感动 带来温暖 带来力量 希望大家可以走进电影院支持风暴这部电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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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